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欢迎收看10月18日的新闻室The Instrum 昨天17日那集新闻室主要讲中国驻曼哲斯特事馆的 关于拉港人进去范围里的吐弹事件 在未首播完已经被黄标了 这个范围兼建斯的模式也是我们熟知中国共产党的做法 也不单止我的,也收集了不同的消息 其实有不同做YouTube的人,以及在网上的一些舆论 或者是一些post,其实都是受到很大的压制 在traffic上或者reach上都有很大的压制 所以在某程度上也都见到有一某种力量 就想限制有关这件事的外传的速度或者力度 但是其实这件事也是不可能再被盖上的了 因为这件事已经传到一个外交层面的事 而国会下议院也都今天下午中午时间召开了紧急证 那其实我们轻轻跟进一下这个进展是怎样了 那首先呢,曼兹斯斯特警方呢 其实昨晚,昨晚已经出了一份声明了 那就是表明现在是展开调查 但是呢,暂时还没有人被捕的 那警方自己也都有一个案情的交代了 那之前我们的说法都是关于呢 就是主办机构他们是 就是捍卫国人阵线的说法 那但是呢,英国曼兹斯斯特警方呢 的说法就是说呢 其实当时下午4点之前 那是有一帮男人由领事馆里面走出来 一个三十多岁男人被拉入领事馆范围 并受到袭击 那警方考虑到被袭击男人的安全呢 是作出介入和将个男人移离领事馆范围的 那现在警方呢,是调查中事件 并且和国家执法机关和外交人员联络中 暂时未有任何拘捕行动 会继续和国方查询的 那而万事警方副总督察Rod Potts呢 就说明白这件案件呢 是引起关注和令人感到惊讶 那原本是一个和平集会活动 但是在没有预计情况之下呢 已经变成冲突 而警员在混乱当中作出专业决定 就是协助被袭击男人 确保不会有更多人受伤 强调会全面调查 利用可行的办法呢 令到公义得到彰显的 那那当然啦 就是中国那方面呢 之前的唯一我们知道 相对official的就是一个领事馆人员说啦 就说什么港独分子啊 知事等等啦 好啦,事隔两日啦 汪文斌的说法呢 完全同大家所见 眼球所见的呢 是完全另一回事来的 那这个平衡时空 那他就在那个今天日冷的社会啊 就回应到件事 就说 滋饶分子 非法进入中国驻曼切斯特总领馆 危及中国外交官员安全 中国驻外事馆的安宁和尊严不用侵犯 那这个说法呢 就是叫做财陷触策 或者其实都是跟俄罗斯一样啦 False fact 就是根本上哪个做主动 但是呢就是指控回另外一边 那样 其实根本上就是这个模式啦 那这个做法呢 只会令到世界是更加见到 中国是怎样处事的 而现在这件事本身的性质 已经是在英国的国土上面 就是明目张胆之下呢 是犯罪啦 虽然就说 在这个领事院范围里面 但并非 并不代表呢 是完全不受英国法律的约束的 那所以现在这个事件 或者中国的回应呢 只会令到你的人民 是不会再想做你的国民的 而现在在中共二十大 就是如火如荼之势 习近平准备去到这个 就是永续执政之势啦 你在这个外交上面 闹出这么巨大的笑话呢 是只会令到这个国家更加蒙兽 或者这个国家需要想一想就是 究竟你将来怎样面对自己人民 或者怎样面对这个世界 那那么英国国会下议院呢 就是就是下午做了一个紧急读 而外交部官员呢 Jackson Norman已经表明外相 是已经要求传召中国的代办 驻伦敦的代办 那向对方表达英国政府呢 是极度关注这件事件 并且要求解释的 那Jackson Norman就说 重新和平示威呢 是英国社会核心基本一部分 会和内政部合作 相当下一步行动的 那夏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Alicia Kearns呢 是表明英国不可能容许中共 是英国国土施以暴力和禁星 要求今个礼拜之内呢 是将涉事人员检控或者驱离 那这个呢都是Iain Duncan Smith IDS呢 我们叫IDS呢 也是保守党的前领袖 来的 那他也都要求呢 是可以 就是为什么现在这刻 不能够做furder的行动 去expel有关的人事 那Jackson Norman都回应了 就说英国警方和监控部门呢 是会独立作出调查和决定 并且按照法律程序处理的 那其实当然啦 你见到Jackson Norman的回应呢 都是非常官康 不过呢 也是能够去理解的 因为昨天那集都说到 今次是牵涉到 领事馆范围里面的事件呢 是非常之敏感的 而这刻也都相信Jackson Norman 不可能在国会里面 作出一些相对是 就是进一步的一些回应 也都是相信要等待 就是调查啦 另外就是外交部 就是外相和中国方面的交涉是怎么样呢 那所以这一刻呢 我们见到的就是 说外交部和内政部是会处理 那所以相信呢 也都包括Jackson Norman的强行回应 就是说也有关注啦 那所以其实有可能呢 我们推测到涉事的人员 是有一定机会呢 就是被驱逐出境 或者是受到检控 那至于那个白头男人呢 昨天就就是 其实其实礼拜日 事件发生之后 也都开始传册究竟 是不是那个 就是中国鑽曼切斯特的领事 郑希元呢 那其实一直 这两天里 就是昨天和前天呢 就一直这样讲啦 那而今天也都一个 相对明确的说法啦 因为呢 Alessia Kerns呢 也都是开了名的 那就说 当郑希元呢 是踢 就是踢 踢烂呢 或者是踢那些 橫厄之后呢 那个男子 受伤的阿波呢 就是有一个 牵涉到 牵涉到 在阿波身上 那所以 这个是相对明确的说法啦 那我们也都 也都知道 这件事 就是透过片段 知道这件事怎么发生呢 是令到 就是中国 是不能够自由复营 也都全世界都 都望着这件事件 那那 那曼切斯特的 这件事件呢 我们就跟着到这一道 那中国对于英国的威胁呢 就绝对不止于 这个曼切斯特事件的 那 之前其实英国已经表明 就是中国是英国的 其中一个最大威胁 已经去到 就是升级了 那 而现在 就是对于RAF 就是军队 以及军方上面 也都有个叫做threat alert 那 那就是显摄到 就是英国的军机 机师呢 就是去到中国 帮解放军呢 就是做一个训练 或者是教授一些专业知识 那这个 是很严重的 而这个报道呢 出来之后呢 也都掀起了一个 相对是 就是一个叫做threat alert 一个 alert呢 就是说究竟军事上面 有没有那些 就是机密呢 是传到去中国里面 那这个是牵涉到一个 就是国家机密 但是重新 现在是仕途 是仕途了 之类似情况 也都提醒那些 机师呢 是有意无保护 敏感信息 那 事源呢 就是 就是 有早前呢 有三十几个呢 英国军机机师呢 是去了中国 就是帮解放军 就传授这些知识 那就是了解西方飞机啊 以及机师的 运作方式等等的 那就是帮助中国空军呢 就是在战术 和能力上面的提升 那 有这些西方官员说呢 中国一直透过中介 是重金礼拼英国的军机机师呢 而部分筹路是高达二十三万七千英镑 那也都涉及在南非的一个 一个飞行学校的训练基地 那 早晚呢 是19年的时候呢 因为COVID呢 就是那个中数是减少 但是目前已经开始回升了 那这个才是一个很令人 alert的一个一个讯号来的 那 那而在在继的那些 在继的军机机师呢 更加是成为招聘目标 那但相信呢 是目前没有人接受这个要约 那 那其实呢 整个那个规模呢 就不单止是RAF的 即是不单止是皇家空军 也都是来自整个军队啊 那也都有就是持战机 持战机呢 持战机的经验 部分更加飞过台风式战机 那但是目前相信呢 就不包括F-35的 因为呢 那中国就当然非常渴望的拿到F-35战机的一些资料 那但是因为去大陆 那帮解放军的班呢 那已经是接近60岁的了 那所以呢 已经离开了军队一段时间 那自然呢 就不牵涉到F-35战机 那而英国的冯部都说到就是 但是呢目前要采取果断行动 是试图阻折中方挖角呢 包括是现役机师呢 或者是空军机师呢 就是去到帮解放军那样的 那而目前所有在職人员 或者前过员呢 都是要受到这个官方保密法约束 也都说新的国家安全法案呢 是能够应对目前挑战 那所以我们是都非常关注 现在中国在英国呢 其实无论是各方面 之前讲的CCTV啊 现在去到即是讲的军方啊 其实呢 所有的这些渗透 我们大家都要非常之留意 今天呢主要讲英国了 那现在我们讲回英国的自己政治了 那牵涉到就是侯俊伟走马上任 再加上再为施罪新呢 就为这个小型与说案道歉 那整个进程都很快了 上个星期五呢 就是辞退了关号庭 跟着就是侯俊伟接任了 昨天呢就是宣布 侯俊伟宣布撤回大部分小型与说案的措施 那麽卉斯呢今天就就道歉了 那就承认呢 小型与说案是政府太急进 那但是就是他那个政治的那个生涯 或者就是上位得不得够呢 或者就是之前关号庭辞退的时候呢 究竟是不是戏据补税得成功呢 那蔡惠斯今天就说自己会带领保守党 在下次大选的时候呢 争取署民认同 那现在那个保守党内的决裂呢 包括就是森卫城派系啦 和波罗伤神派系究竟能不能够有一个 就是能不能够compromise到 继续支持蔡惠斯呢 那之下会讲的啦 那但是波罗伤神派系的商业大臣李斯明呢 今早在唐宁街会议之前 就是内閣会议之前呢 就说市场现在稳定下来啦 也都强调自己支持蔡惠斯的 那而英国国防部次官James C.P.呢 也都是为蔡惠斯护行 也都说呢 其实没有一个候选人能够取而代之 也都团结到保守党的 更加说呢 在党友里面 就是党内一直埋怨手上犯错啦 说要负责啊 要道歉等等 但是呢 就没有人去支持蔡惠斯 那没有人支持蔡惠斯的政府 是做这个从获成功啊 根本上你见到那个指责的声音很大啦 但是就在党内里面 没有人就是要求这个党要团结 那现在因为侯俊卉说法就是说呢 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幸免要削减开支的说法 因为讲的就是英国的债务啦 那如果政府不削减开支 那其实就没有能力去做到收支平衡 那所以侯俊卉的说法呢 是令到国防部这边呢 就一个反对的声音 那大家知道现在都在打仗啦 那当然英国呢 就并非直接参战在乌俄战争上面 那但是对于整个欧洲的威胁 大家就是整个欧洲都知道 究竟怎样的才是一个可行的做法 或者是适当的做法 那所以呢 国防部如果在现阶段削减开支呢 可能是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状态 那现在讲的就是要 就是之前强调就是要实现2030年国防开支 占GDP百分之三 那GMCP都说了 这个目标是不变的 那现在讲的每年开支480亿英镑 2030年呢 就估计是要去到1000亿英镑的预算的了 那他自己就说呢 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 如果手上不履行这个承诺的话呢 提高国防开支呢 他自己是会辞职的 那而国防大臣华里士呢 都是有同样的说法 那所以其实现在见到呢 那由卓卫斯 就是由波罗桑神开始呢 去到卓卫斯 那个对于国防上面的那个企硬呢 是明显是比心卫城那边强的 那也都是啦 就是卓卫斯作为当时外相呢 在帮助波罗桑神打这场乌俄战争上面呢 是一个非常之硬的姿态 对华也是一个很强硬的姿态 那所以在国防开支上面呢 相信卓卫斯是不会让步的 那也都证明到了 如果侯俊卫的说法 其实不是就是心卫城的说法呢 那也相信其实心卫城和波罗桑神的派系呢 是仍然存在在保守党内的一个斗争里面 那斗争还斗争 但是卓卫斯始终在这一轮的风波里面呢 那个支持度是急跌的 而邮寺在刚刚那周末 就是说着持对关务庭之后呢 那天的进行一个民调的 那结果呢 卓卫斯的好感度呢 是由-56跌到-70 结果显示呢 只有1成人对于卓卫斯有好感的 也都比上个星期跌5个百分点的 那而大约八成人呢 是对卓卫斯持有负面的看法 那现在都有一些声音 就是3B campaign 就是类似3B campaign bring back Boris 那这样的 那而Boss Johnson呢 亦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是一个潜在候选人 那那当然另一边商呢 新卫成都是其中一个潜在的 就是接替人选 那样 就是被推举为接任人选 那样的 那但是其实现在 Boss Johnson和新卫成呢 都没有受这些前途问题呢 就是作出任何回应 那至于英国的传媒反应 包括当然的新小报呢 就是疯狂插卫斯 那更加形容 曹卫斯呢 是the ghost prime minister 那样 因为昨日在那个 就是国会的质询里面呢 曹卫斯是在中途入来的 那曹卫斯呢 直都没有takeover 那个特问的那个主导 那所以曹卫斯就在莫佩林后面呢 就是就是看的 就是鼻影就是瞇了眼等等那些 那所以呢 就被指她躲在桌底 面对这些问题躲在桌底 那当然莫佩林呢 都说她是并没有这个情况 那另外daily mail呢 的说法就是说 曹卫斯in office but not in power 那这个当然都是一个很容易联想到的情况 因为曹卫斯现在就是 就是侯俊伟上任之后 实施的那些呢 基本上是 就是她的小营业算案对面的措施 剩下很少而已 那所以都被指就是 森卫成的力量 是不是已经能够 checkover了曹卫斯的power呢 那这样 那也都有声音就说 要提前大选 那这样 那但是如果保守党内 真的有这个想法的话呢 相信其实对他们的悲意呢 就不大了 如果就是当然在工党层面来说 当然是啦 也都是不断urge提前大选呢 那因为现在提前大选的话呢 工党是会成为大赢家的 而根据一个数据呢 这下调查数据显示呢 如果现在这一刻 即即提前大选的话呢 保守党是输到飞起啊 而最大得益者就是工党 是会拿到515席 是比之前 现在是多313席 另外要得着的呢 就是Liberal Democrats呢 就会加36席 而保守党呢 是只有22席的而已 是减少343席 那当然这个数据是 即是坚定流呢 或者有没有水分呢 那大家自己理解啦 那金融市场危机呢 就暂时叫做化解 但是呢 其实未完全平息到那些风波 因为金融时报早前报道呢 就说mini budget政策失败 而英联银行呢 是可能推迟这个 这个出售几十亿英镑国债 去稳定债市的 但是BOE就澄清报道是不准确 那这个消息呢 也都拖累了英镑 对美元呢 由升转跌 也都跌穿1.13水平 而十年期国债债息呢 又回升回到四厘楼上了 那至于供楼人士 也都是供楼难的问题呢 也都没解决的 那么最新两年期 五年期的 就是定息的按揭计划呢 平均息率继续上升 两年期呢 平均息率是由6.47厘 升到6.53厘 五年期的话呢 是由6.29厘升到6.36厘 那么所以市面上按揭产品 一夜之间减少91个 去到3,013个 新造按揭的数字呢 是会减少的 那么市场更加预计了 那么这个两年期的定息呢 按揭呢 就会将那个按揭呢 就会将那个按揭呢 就在圣诞节之前 进一步升专七厘 听起来都感到害怕 那么如果升到出来的话呢 按揭贷款20万英镑 每月供款呢 会升到1414磅 比销盈预算案之前呢 是多了332磅的 那么所以 就是现在只听呢 那个压力呢 是会多的 那么至于能源危机方面呢 price cap那里呢 就暂时的方案就是说 去到下年4月啦 每半年就 即6个月之后呢 就再检到一次 那么就比之前 定名就是两年的price cap 就已经改了了 那么但是那个能源危机呢 仍然存在的 也都不因为这个 就是书军方案呢 就会解决的嘛 那么现在最坏 即国家电网呢 英国国家电网呢 预初曾经警告就是说 如果最坏的情况之下呢 局部地区是会停电三个小时的 那么所以呢 曾经有些恐慌 那么呢 那么而最新呢 也都讲法就是说 民众要做好准备了 应对一月和二月 极寒冷的平日呢 现在呢 下午四点到七点 停电的可能性 那么今次都 即首次讲到一些时间上面 这个都是之前没有提出过 即牵涉到时间问题 因为之前都 有一个play down了少少的 但是现在呢 居然是有个说法就是说 一月和二月的平日呢 四点到七点下午呢 是有停电的可能的 好了 讲多一件香港了 其实都是关于免斟子的那件案而已 那么提出司法复合的郭卓坚呢 早前的法门就是被拒了 但是上诉是得值的了 将会是获法这个法门 而这件案件呢 其实香港政府摆明已经是失败了 那么首先提出司法复合之后呢 即刻就要去暂换这个决定 即那些免斟子呢 是暂换失效的这个决定 那么现在 法门也都批了给郭卓坚的了 那么这个 就是香港政府这个 其实那时候大家都知道 是未审先判啦 即突然间就是将有关被捕医生 发的那些免斟子全部变成失效 根本上是不可能做的一个决策来的 但是证明就是根本上是一个 考虑不周的一个决定啦 那么现在就是等着这个郭卓坚的上诉 究竟能不能够是对于 就是香港政府的决定能够推翻呢 那么现在就是七个免斟子的医生呢 是被调查中 那么又计之前呢 这个戴港城是被控不诚实 取用电脑之后呢 另一个医生蔡崇梅今天是被起诉 两项串谋诈骗的 好了,今天新闻一段时间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可能有第二集的vlogmike 就是关于布拉格之类 那我们明天就再见了,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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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